为了让环境率美化 广民社区争取到 县府103年度结余款的经费 加上社区居民义务的投入工作 将屯田玫瑰园重新整修 包含搭建步道凉亭 修复地砖 还打造古早造 相当的用心 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 宣政府的103年度的结余款 有存在 所以保护每个专官 管他的社区 社区就是有要做美化环境 所办的就对了 也有古早的造 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是有 现在这边是种草皮 还有植栽 这个盆栽 然后围梨 最主要是艺术围梨 还有我们这个廊道 后面这个廊道还有这一个 就是古早的造 议员陈昭玉 也特别肯定社区民众发挥创意 利用最少的人力经费 将原本不起眼的囤田玫瑰园 绿美化 充分展现地方的文化内涵 尤其我们知道说公布 我们的医生非常旧 但是我们有完完不断 我们的人力和我们真好 創意的这个头脑 这是未来我们观光导向 最主要的一个动力 我希望大家用这个来输口 不是说只有一定要建设 就一定要很多的物力 投资很多的经费 这点用花小钱 然后做最大的一个效益 这种撞击的火花出来以后 相信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内涵 本来更能够展现出来 居民们同心潜力 除了种花植树以外 还建造竹梨 凉亭 古早灶等新设施 就是希望搭建完工之后 地方民众及游客 可以有一个休憩的场域 营造社区特色 用度就是说 如果要社区会在这里办多长 就是游客来在这里休息 然后在这里办活动的时候 又让游客有一个休闲的 休息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边是脚踏车的步道 从这边经过 游客假日很多 自己的故障一定要自己来打拼 最基本 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爱水是我们人的主要天性 要水我们自己要重手去做 我们如果做好 我们就怕自己是谁 无形当中的这个圣教 绝对能够去感染整个一个的氛围 前人种树后人成梁 相信透过社区志工的努力 落实绿美化环境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广民社区 进而带动当地观光 民意新闻洪佳燕 急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